嗨,你們好啊 你看喔 誰要買口香糖啊 不知道你們了 我昨天發現啊 這有比較帥氣的地方給你們看一下 就是說這個手頂挑戰 像這個突破不驅有沒有 你打這個無鎮騎士的綠帽子 啊啊最過癮了 開局的時候戳過去他就整個鋼盔就爆掉了 完全不用等時間 然後那個特效結束的時候也很帥 你們看一下喔 他有一個白色的光芒 他來了,看到 有誰要買口香糖啊 有誰要買口香 好啦,我跟你們開玩笑了 那個今天呢,裝備先開一開 然後我們再多招一個 這個鳳凰男好了 他比較適合,其他用不到嘛 對吧 給他獲得鳳凰男 跟我們走吧,帶你們去我們的大本營 好了之後,裝備由於昨天開的都是生命裝備 實在是不行啊 這個蚊子呢,他是要你攻擊越高 那麼生命這個抵擋呢就是越多 所以呢 先開裝備 對,攻擊攻擊% 攻擊速度 這怎麼一直這樣子高啊 那開這個好了,好不好 我們這個超能啊,鬼級啊,還有怪人 有沒有,怪人 哇,英雄啊,還防禦啊 怪人 又是英雄,生命 沒有,這個帳號很難玩喔 攻擊生命% 還有一個,有沒有 攻擊生命 好一點點啊 那我們先到 裝備這裡看一下怎麼回事 呃,這裡有一個生命 生命% 很棒,不過我們 還是只能這樣 今天就老實一點 改成這個攻擊 然後我們 這裡差不多了 是吧,看一下喔 當前 昨天是 9000的攻擊力 今天到了7萬了 到7萬了之後 應該在戰場上 會有一個良好的表現了 走到出發了 有誰要賣口香糖嗎 昨天那個30萬的被人家尻下去了 我們打不到了 怎麼辦 我們現在這個戰力有點高了 69萬,不是這個陣容 這個上來 然後我們是用同地的核心 然後天空王 學醒蟑螂 還有一隻 不對不對 不是這一隻啊 不是普羅斯啊 我應該是還有放一隻是誰啊 好吧 那就暫時這樣子好了 暫時我們先鳳凰藍擺上來 暫時兩個鳥擺前面 同地方後面藏的 殭屍俠 覺醒蟑螂 這樣子好了 這樣子 看起來厲害一點 那我們先往前打 看一下今天攻擊力 6萬9 7萬的一個攻擊 能打獵傷 打單隻打多少 現在是一隻 哇 這麼強啊 一隻700萬啊 兩隻是1500萬啊 有暴擊的話 跟1700萬啊 1700萬的話 是7萬攻擊左右 結果看起來70萬還是打得很高耶 這個攻擊力算起來 比昨天算得還低谷喔 好 再往前 帥氣狂人 這名字取得是蠻好的 哈哈哈哈 好啦我們先打架了 帥氣狂人 哇 這打到850萬去了 還沒有專屬武器喔 目前是還沒有專屬武器 還是先往前爬 都沒有什麼對手耶 我們肯定要到青銅組冠軍了 直接上去了 好不好 那狂人等一下回來 這邊有一個39萬的 39萬 昨天看起來是很厲害 但是帶一個普通的豪傑 但今天可能是 沒什麼好看啦 那主要就是看我們這邊 防守性能 今天測試的地方在這裡 抵禦強大的攻擊 到底蚊子的防守性能 可以到什麼樣的程度 跟攻擊搭配起來呢 又可以插出什麼樣的火花 OK 豪傑是倒了 這也不用看啦 這個打40萬而已 打400萬更正 剛剛打400萬 有了一個187萬的搭配著UR溫德 那蚊子到底強不強呢 我想看這一場 應該就有個結果了 你能不能打贏是一個是 阿不易呢 這個防守性能又是怎麼樣 那是第二個事情 剛好是擺在溫德的對面 哇 溫德這邊閃避 是跟你直接吃下了 加上崩普盾牌 完全是無動於衷啊 我們這一場是完全是沒有辦法進攻耶 就說明了 蚊子的攻擊係數 不夠高 還不能下定論 但是目前看起來是這樣子 不夠高 阿否則夠高的話 剛剛至少你這個盾牌 應該要有一點反應 前面這套幫浦 沒有任何反應啊 我們都是以前越戰越的很多 對吧 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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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完全不行耶 剩一個蚊子怎麼玩啊 這蚊群還有幾個啊 他是爆掉了是不是 他上面怎麼沒有寫字呢 喔還有8條 好主體飛掉了 我們我們再試一次好了 再試一次 不要對衛隊那麼厲害 我們交叉 鳳凰南跟殭屍俠守護我們 先交叉 再去打一次這個溫德 你沒有打 你不知道狀況是怎麼樣子 怎麼會去 完全是守不下來耶 對不對 文群至少先給他抵禦完了嘛 完了之後看可以防多少 防多少沒有看到 來了這一次有了 剛剛溫德那可能吃到一點閃避了 這個才是對的嘛 你三倍他其他角色可能練得比較不好 但也應該要爆了 練得好一點也應該要爆了 這邊暈眩沒有 等一下溫德先打過來 這邊再戳一下 傷害是打不出來 人血卡都不夠 係數不夠 100萬 中間這個是垮了是正常的 哇我們鳳凰南忘記用到三顆星了 還忘記用到兩顆星了 爆掉了沒有作用 天空王 好看這一次喔 抵禦的性能 還有八格 還是很多耶 還有八格 但是這本身活不下去 假面一下 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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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八格 這個怎麼計算呢 沒關係 我們先把假面這一點給他戳掉 還戳不掉嗎 應該倒了吧 戳掉了 這不好搞喔 這完全是 沒有什麼概念打贏溫德 因為他的攻擊力剛剛我們也看過了 對吧 這溫德的盾牌 第一下我們嘗試搓大搓不下來 然後他再一波過來我們就倒了 沒有倒這次 好倒了 最後還是倒下來 唉 這個戰鬥怎麼 怎麼去介紹這個角色啊 對吧我們先往青銅組冠軍走吧 他這個前面第二名有一個200多萬的 但角色比較沒有這麼厲害 單隻再看看也沒有600萬啊 咦單隻卻有700萬 他這個是怎麼計算 一隻700兩隻有的時候也是打也是這樣子 七八百 但之前有角色也是這樣子嗎 好了這樣一接 破洛斯核心 53萬 蚊子還是老樣子 擺在中間好了 可能我們要去搞一隻崩譜或什麼的 不然這沒有核心啊 驅動騎士 去抽一下驅動騎士好了 先打這場看看 那波大王呢 這戰力比我們還差不多 比我們還低一點 我們能不能贏呢 對吧這個應該要贏了吧 你如果說是很強的角色 他是可以打贏這個破洛斯是沒有問題 這邊暈眩也做到了 人血卡沒什麼效用 先看一下等一下去招一下吧 還有幾張給他按一按 沒有就算了 明天再招 本來想說先存一下券的嘛 上次抽了驅動騎士喔 這個 強者券的單元 我給這個賬號給他抽掉了 抽掉這個金銀券 不對 左躍線給他抽掉了不少 來了 波大王 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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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這樣子還能打嗎 怎麼感覺好不安全喔 對不對 這個殭屍牆目前是守護了 這一排先給他 這一列先打掉了 那麼波大王這邊有八管血 還能不能贏呢 對吧你看到 這一次的人血的效用 他是很少了 他沒有說像是左燒 或其他我們可以多加一層啊 什麼的 沒有 反而是自己身上的帽子火 還沒有辦法解決這個問題 又炸過來 92萬 乘以7 這一次 蚊群的血條的作用有發揮出來了 至少往下盪了 主體還活著 不過這頭蚊子卻不會吸血 是不是 蚊子沒有辦法吸血 波大王還多少呢 再一下 乘以5 你們覺得能贏嗎 是不是有點不安全啊 好像有點不安全 但是又好像有點機會 因為這個波大王他打蚊子 沒有什麼效用 不過殭屍牆已經快推了 這一次56萬 我們大概還可以撐一到兩回合 最多兩回合是撐得下來 OK那波大王這邊的話 目前是5 哇沒有氣啊 昨天也是這樣 沒有氣 然後這邊你再靠一下有什麼意義啊 你得乘以5還是乘以5啊 這個氣都打到不夠了 4格還是滿的 又是一個咆哮炮 44萬 蚊子的血變少了 不能吸血 還是有點毛病啊 怎麼這麼短命啊 能不能打啊 來135萬 乘以2嗎 看一下 乘以2 還真的是乘以2 能不能贏啊 不能贏的話 我們可能要再掛一隻蚊子 這邊又一波 喔這個兔洛斯也是笨笨的啊 越打越抓癢 不過我們也沒有血啦 不要鬧啊 有沒有可能啊 喔呦又沒有氣啦 又沒有氣啦 再撐過這回合還有點機會啊 唉呦 剛好 不行啊 他這個是打全屏 我在幹嘛 撐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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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呀喂啊 最後 唉呦 乘以2沒有辦法啊 我們贏啊 唉呦 就是這麼強悍啊 不過這個贏得很不光榮啊 對不對 這個 我們現在可能是要先去搞個核心啊 或是搞個厲害的角色啊 對不對 這個角色現在這樣子怎麼玩啊 第二集就有點明朗了 是吧 惡覺什麼的還沒有用 我們先看一下吧 這個卓越券算是3080 然後許願 我們取驅動騎士 還有7張嘛 我們等一下抽完 說不定就崩出來了 對吧 什麼英雄石什麼的 馬上都有了 7張 概率也不高 可能 哇這第一次出來SR 概率更低了 這更低了啊 這不建議你再按了 再按下去6隻 哦 才說不建議 沒有 撒加德啊 哎呀喂啊 我這個 沒那麼差 卡路多 跑到歐洲人啊 英雄石我弄很多顆耶 對啊 我在幹嘛 那我現在我怪人石 等一下等一下 有這個獎勵 這裡還有一顆是拿不到 這個也是英雄沒有用 這個買了 應該都買了 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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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插這個石頭 好啦我們影片結束再討論好不好 現在多了一隻梅爾沙德 哎還真的是有點功用耶 他梅爾會復活啊 這個再加蚊子的話是兩個 哎呀 哎呀喂 哎呀喂 好不好我們看一下怎麼去取得 然後先往前 今天先把青銅組冠軍給拿下來 真的是超級歐洲人啊 不是開玩笑 又來了又來了 不過這傷害沒有爆好低啊 600萬啊 本來以為 我們是 7萬的攻擊 600萬 你們覺得是高還是低啊 等一下那個第二名 如果還在的話 這公告出來 第二名還在的話 戰力應該是有的 那天看過了 還在還在 第一名是一個30萬的 這個不強 第二名 對吧200萬的 那你的攻擊力能不能去 越戰三倍 真的在過去幾期裡面 如果我們是新創的角色 像這樣的一個賬號的話 這很快就去給他消滅掉了 很多角色都可以做到這一點 我看來這蚊子的話 目前應該也是有機會 是吧 應該也是沒有問題吧 這對面的盾牌看起來 看似很厚 吃的是很薄 剛剛脫一下 一個就爆掉了 好 這邊不過回合數打得很慢啊 這個角色就是這樣 獵傷 獵傷你一次打完 你也要打三回合耶 這個真的是 對吧 這個真的是比較慢了 比較慢的話 很多玩家都比較喜歡全屏的 是吧 我自己也是比較喜歡全屏的 這個太慢了 喔 我猶神小屁孩怎麼倒掉了 來 37萬 3 乘以9 有沒有 他和蚊子抵禦的一個 總層數還不到這麼的高 因為呢 這樣的話 你太高 你角色也活太久 是不是 我是希望他可以蚊子 扣多一點血啊 可是他都一直乘以8 乘以7 乘以6 我們都沒有辦法等到更多 就是因為他設定好 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呢 這個只有在破洛斯的架果之下 你可能才能夠看到蚊子乘以3 乘以2 否則像我們這種新手帳號 還沒有到那個程度 角色就掛掉了 這一次也沒有耶 這第二回合的耶 哇這個戰鬥像大神一樣喔 會打到睡著喔 剛剛有沒有公告啊 這是贏還是輸 我沒有看清楚 啥情況 喔喔喔喔喔喔喔 沒有贏啊 哇這問題多了 這問題可多了 這問題有點多 現在這問題是有點多 有沒有你看我們 我們是打不贏啊 我們這個現在是 明天二決好不好 明天二決 這個目前的話 這個也不對啊 這個 都不對啊 我覺得現在先 先反省一下 我們先去看一下吧 先把它抽完吧 說不定對不對 拿了一個 石頭 誰說不會有第二顆 有人要買口香糖嗎 誰說不會有第二顆 還 喔 蟲製就沒有了 這個蟲 喔不對不對 沒有蟲製 想什麼 32 還沒有結束 而且這個再抽的話 我們累計它 還有機會可以再換一個石頭嘛 對吧 不過你要到100抽 這個賬號也是 頭很大 他現在的問題是 蚊子 單方面去打的話 不夠 不夠看了 喔喔 聽那麼久 哎呀我以為是什麼啊 來一個暴三啊 那個暴三好像沒有啊 開始管理 我以為是什麼大獎了 是吧 我這裡我沒有換嘛 37 那這邊頂多再蹲一顆 可是你要抽到100抽也很久 哎呀 好啦沒關係 我們明天再看看 怎麼樣去把這個石頭給搞清楚吧 對吧 那個梅爾沙德 先給他去點了 好了 去點起來 是吧 梅爾先給他點起來 SSR加 然後剩下兩顆 好我們到時候再想 先點先贏 有沒有 這樣就看就很輕鬆了 好深一點的 嗨呀喂 把他搞出來 講得輕鬆啊 每次要搞這個石頭 哪有那麼多石頭可以搞 這個雪景轉盤 裡面堆的是這個啊 這個不是一般的 節日好禮 劈哩啪啦 沒有 我記得好像有一個地方 還有多的 這個是鑽石 這奇遇禮物 這個又是英雄的 很討厭啊 這個獎品我們可以拿了 然後再去看有沒有抽一個怪人石 假如說抽到的話 我們還會 差一顆嘛 對吧 差一顆 哦 那個地方 最後一個獎品是什麼啊 不是不是不是 走開啦走開 啊 這裡的話 我又再重置了嘛 對吧 150 200 這裡還有一顆嗎 好 這裡還有一顆 這個是第三顆 好 那我們差一顆 就是看到時候 足球去哪了 那邊再把它搬一顆 沒了薩加德世界誕生 拜拜